四塊球寶宋 哇 這場比賽 七個寶宋 兩個畜生球 非常認真的在研究一下 這邊丹尼爾之力也灌進去了 今天推打打得很順啊 你現在要拚長打可能就要改變一下 攻擊的策略 這邊就是 你要不要把你原本既定的策略去做好 還是你真的想要來拚一下 有時候你要拚這個 可能又會把你原本的手感給打亂掉 但有個前提啊 魚豬不能把他今年的名產給帶出來 這個真的不行啊 今天這時候打了20隻的雙殺打 跑了 哇 哇 哇 好 哇 許基隆最後是距離累包還有一大段的差距在 遭到了祖殺 這個戰術 這個戰術的時間點 我覺得比較像是 有人看錯或者是許基隆想跑 可是如果他想跑 這個距離有點差比較多 差太 有點太遇寒了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有人看錯吧 而且 就是這個分差可能也不太需要 這麼積極的戰術喔 看到平野的表情應該 略知一二了 如果是有戰術做然後失敗了 比較不像是這個表情 對 他可能也很困惑 到底發生什麼事 兩好兩壞 右半邊的飛球 黃偉翰到邊線附近 9th catch 超美技的手背 完成了截殺 結果 阿坤 沒有辦法上來打第五次 電視機前的觀眾 或透過多平台欣賞的球員朋友們 一定會覺得很可惜啊 因為阿坤啊 要來挑戰完全打擊 但是呢 以目前的比分來看 要再挑戰的機率不高了 這也比較難啦 如果要讓平野總教練選 覺得剛剛有可能看錯暗號 還是要讓阿坤再有打一次的機會 這太難了 我覺得 他應該會選 有人看錯暗號就好了 因為剛才 紅衛翰的接他是真的有水準 但接到之後呢 現場出現了一片惋惜聲啊